当弹在顶级军师指挥我打游戏 我只能说大师不愧是大师 不是人家兄弟了 但你总在派对这回游戏 都要比谁在这儿赢你了 小王子你在这干啥呢 别烦我 巅峰连贵 难过着呢 就这个小问题呀 那你算是来这儿了 等我一下 a few moments later a few moments later 接下来就让我来指挥你打比赛 这个柚子不会又想空我吧 上次的事务我都没找他算账呢 算了再相信他一回 竟是让你个鞍唇蛋打凤凰局行吗 行或不行 一丝辩子 这讲话很高声呀 不会真的是高手吧 算了死马当活马 开局的战术就是装可怜让别人给我们起步 但是他不理我咋办 没关系我们给他留下影像就行 现在往左走 可我平时都走右边的 请我的往左 我要往右 你别走中间走两边风行更快 你看这不就到了吗 现在立马变成混蛋跟别人贴贴 怎样别人第二关就会给你起步 大事不会是大事 第二关我们也是贴贴开局 他们还是不理我呀 现在转身给这蜘蛛一个起步 这是为什么呀 他不是我对手吗 天气不可泄露 六 你看这就是你帮别人的回报 但是大事他们不是故意 我只能说你的格局还是小了 那这不也在大事的计算中吗 当然一切都在计算中 大事你不是说行或不行 一是变质吗 对呀是过了 确实不行 那大事我要答呢 你算到了吗 君子动口不动手 别别别 对呀 快快快